好,在影片開始之前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雖然這部影片可能從頭到尾都跟科技沒什麼相關 但還是建議你們看一下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不然你們沒有辦法理解 平常這副模樣的阿哲 究竟為什麼會變身成這個樣子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在我的那麼多部影片裡面 雖然拍攝的內容大多都跟科技有關 但在那些影片的留言中 我也看到了不少觀眾不講科技 而是往我的外在去做評論 最常看的就是這個頭髮有點太長了啊 這個眉毛要修啊 這個衣服太窄啊什麼的 你們會對這些事情發表看法 其實我覺得蠻棒的 畢竟一部影片裡面不是只有科技的東西 我自己也會出現在裡面嘛 所以只要人好看 整部影片就會變得更賞心悅目 不過老實講 我這個科技宅對於打扮自己這方面是一竅不通 從你們看我平常的穿搭就知道了 10部影片裡面有5部以上 都是穿著高中的運動服跟運動綁褲在拍的 因為在家裡就是穿這件當居家服 那麼即使出門好了 衣服跟褲子通常也是這幾組搭配 永遠不會有超過5件的組合 而且風格都很類似 畢竟我在穿搭改造上面總是信有餘而力不足 因為光看我自己真的擠不出多少想法來 果然我的技能都點在改造電腦而不是改造自己了 不過這次廠商之力就出來援助我了 一個叫做MADMAN的時尚穿搭顧問公司 像我提起了一個專屬於我的穿搭改造計畫 他們會跟我談好一個日期把我約出來 互相討論我想要的或是他們覺得不錯的造型 再到各種服飾店挑衣服還有理髮店打理一下 喔對 所以不只是衣服 這個地方也會幫我做改造 那在這個過程他們都會直播記錄下來 而我也會做成一部VLOG 就是大家現在在看的這部 帶大家一起體會我的改造過程與結果 那也因為這個活動 我在活動的前一天發了一個投票 問大家如果你們要打扮我 會想把我打扮得更帥還是更可愛 那結果不出所料的大家都一面倒了 然後留言也一面倒啦 那好啦 就看經過這次的穿搭改造之後 能不能達成你們的期望吧 好啦 我看時間也差不多要出門了 嗯 沒有錯 阿澤大改造的日子就是今天啦 其實新門町我個人已經來過好幾次了啦 只是我每次來這裡不是直接跟朋友到遊樂場 就是去逛各種宅店 出口的這些服飾店對我來說形同浮雲 而且台北的天空真的不是普通的熱 總之後來順利跟Madman他們見到面 這次的主要顧問有兩位 一位是Crystal 一位是Cindy 他們會先跟我討論今天希望走的風格 還有告訴我哪些方向可以改造 喔 順帶一提 Madman他們有將這天的改造構成給記錄下來 想要詳細了解他們為什麼要這樣改造我的 我到時候會在FBT他們的影片連結喔 總之就這樣跟著他們遊走西門 到了今天的第一家服飾店 這家服飾店叫做你好 在東區跟西門都有他們的分店 那麼在跳衣服之前 當然要先將我的身形給打量一番 這個時候我才發現一個事實 大家別看我不到1米7 其實我腿的比例是比普遍還要長的 不過肩膀的部分比較斜 所以看起來比較窄 啊 看來是書包背太重了嗎 就這樣到了店內 說實在 除了百貨公司之外 我真的從來沒有開門進入過這種街上的衣服店 那個 陌生感太重了你知道嗎 這些衣服 這些配件 彷彿正在對我這個穿搭菜鳥發出無聲的挑戰 要是不懂得教育他們 就還是回家洗洗碎吧 沒關係 我這次帶著戰友來協助我了 拿著他們挑給我的衣服進來更衣室 呃 這種寬鬆的感覺不是很習慣 出去之後他們幫我整理了一下 都弄點造型 結果是這樣子的 不知道大家覺得如何 我自己是覺得蠻休閒的啦 不過這次既然要改造 就要改更大一點嘛 所以再次請他們換另一種造型 穿上內袋衣之後 迎面而來的是這件黃色長衣 這個顏色 這個風格 感覺好像有那麼一點新鮮啊 最後他們將衣服紮了進去 並戴上了帽子 我感覺之前的那個宅炮阿子已經快不見了 不過這風格 我真的還蠻刻意的 就這樣他們將這套衣服結帳 然後就趕往下一個改造場地了 嘿對 光是這樣的改造當然還不夠呢 因為接下來要往衣服以上的部分下手啦 這家理髮店叫做KPLUS HAIR DESIGNER 也是在西門有開了幾家店 而這一次要由這家店的副店長幫我打理頭髮 那這次的髮型我也是有先跟他們溝通決定的 不過髮型雖然是決定好了 我還是不知道這在我頭上究竟合不合適 而且這個動作不像穿衣服那樣是可以Ctrl加Z的 一旦剪了就得接受它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看我平常髮型都沒什麼變的原因 因為我會怕啦 但我還是相信副店長的喬手 一定能讓我變成另一個阿哲的 修起完頭髮之後我需要將髮屑清洗乾淨 可是...欸?沒有錯 你們的心聲我們都聽到啦 近期發現我我去秀眉的觀眾 對啦 就是在這天一併處理好的 不過這是本人第一次被這種秀眉刀 在臉上輕輕掛來掛去的 有一種心驚膽症同時卻覺得舒服的矛盾感 好啦 要對頭髮進行最後升級了 在吹乾頭髮之後 副店長用的髮膠還有電影噴霧 讓我長期蓋著的額頭重見天日 而且這一抹還真的把原本阿哲的形象抹掉了 這...這是哪裡跑出來的西門町草男啊 我真的還是會窄窄嗎? 總之衣服上面的部分打工告成 真的要感謝他們的功勞啦 不過我們還沒結束 雖然天色已暗 但我們還是前往了這家超大的uniculo 這家就不用我介紹了吧 雖然uniculo我之前就有來過了啦 可是別人在這裡幫我挑衣服 真的就是頭一次了 這種只要站著等他們拿衣服給我換的感覺 真的蠻微妙的 這一天下來也實在辛苦大家了 最後他們又拿了一件褲子與上衣讓我沛沛看 這件褲子雖然是比較窄的skinny fit 不過穿起來意外的舒服 我喜歡 至於上衣嘛 是筆友風格沒錯 不過由於現在已經套三件衣服了 所以好熱喔 就等入秋之後再這樣搭吧 於是今天的阿哲穿搭改造計畫 就這樣進入了尾聲 結束之後大家也都餓了 所以到了附近的餐廳 慰繞彼此的努力 嗯 今天有夠充實的 就這樣跟他們揮了手說再見 今天真的要感謝他們的幫忙啦 讓我從原本路人般的打扮 化身成我自己都難以想像的樣子 果然只要會打扮 一切就多有可能啊 就這樣帶著嶄新的裝扮回到房間 大家不要忘記我還是科技YouTuber的身份啊 總之如果你今天對這個造型感到耳目一新 覺得這根本不是我認識的阿哲的話 就按下喜歡吧 那麼也別忘了到MEDMAN的FB跟IG追蹤一下喔 他們今天真的很用心 也辛苦他們了 那麼接下來你們還希望 讓阿哲被改造成什麼樣子呢 我說的是除了女裝之外的喔 請在留言底下告訴我吧 今天忙了一天 我要休息啦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